韩国GTBC电视台电视剧《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》播出后,受到大众关注,在4月第一周TV话题度榜单中排名首位。 根据9日公开的4月第一周TV话题度,电视剧《逃不吭》榜单,上周排名第二的GTBC电视剧《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》,话题度分数提高了80%以上,在本周排名首位。 同时,该剧主演丁海银和孙艺珍也在电视剧《出演者》《逃不吭》榜单中排名前两位,展现了两位演员的高人气和关注度。 另外,TVN电视剧《我的大叔》和KBS电视剧《我们遇见的奇迹》,在TV话题度,电视剧《逃不吭》排名中分裂二三位。